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严鲁政治学博士郭振亮 多大平安 国际事务专家赖月前 主持人好 关注朋友大家好 还有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振东 主持人好 关注朋友大家好 好 现在这个选举 当然是成为民进党 最关注的一大话题 但是你也不能造成人家的困扰 现在网路上面 大家就在流传 因为这个苏贞昌去到台中 替蔡启昌服血 结果就是一直在那边交管 交管到大家都受不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画面 就是因为交管实在是等了太久了 所以这个台中的用路人 集体长鸣喇叭 我们来听一下 搞到这样 苏贞昌可能跟蔡启昌有仇 这是在台中大理 他们这个粉砖上面就有人拍摄 这一段画面上传 他说就是在这个内心桥两侧的交管 但是就是因为大家一直在那边等 到底是谁 怎么都不肯过去 等到受不了 然后这个人长长的车潮 一直蔓延到一民路口 说有几十台汽机车实在是受不了 所以一起这个暗长鸣喇叭声 就是对苏贞昌呛声 所以这现在看起来 是不是这个连下去浮选 都已经造成了现在民怨的沸腾 但是现在民进党选举 又有一个新招 叫扯国际 国际这个招怎么扯 他就说国际因为挺台的力量 越来越强了 蔡英文就说我们要投票 向世界证明国家发展的路线 这到底有什么关联性 投票不就是说 我们展现我们的民主 让世界看看我们的民主的选择 现在不是 那投给别人就不民主了 投给我们才叫做 展现国际的力量 才跟这个挺台的力量 能够衔接起来 所以他就讲说 这个因为中国大陆 对于台湾的军事威胁越来越大 所以国际要支持台湾 必须要投对 又有这样子的感觉 那苏贞昌讲法说 若不支持蔡英文 外国人会不明白 为什么台湾会这样子呢 我真的是觉得 外国人有想这件事吗 请你不要把这些话 塞到外国人嘴里好吗 所以蔡英文现在浮选 狂打抗中保台 然后感觉自己是国际菜 所以就跟国际接轨 就要投蔡英文 但是这不解释一下 为什么国庆用 中国大陆制的无人机 高端合作也有中资 中国棚 郑运棚 这些事情都是不能问 不能说不能回答的问题吗 那我们现在台海没有中线 局势也是越来越紧张 那厦门舰逼近台湾的24海里线 台湾的这个马公舰就劝离 结果就遭回呛 我们来听一听 对 24海里不存在了 在这个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口中 是直接这样子反呛马公舰了 那当然我们现在也对于 我们现在这个中线 现在已经快变成虚线一般 现在也是有满口的无奈 那另外美中的军机 据说在这几天较近了三天 出动了400架次 美方出动了100架次的战机 中方出动了300多架次 连夜里都在飞 所以看起来我们的空中 实在是不太平静 那军方人士是讲说 美军是借由长城奔袭训练 一来测试解放军的一个应储能量 二来测试解放军 军机的能耐跟底线 那所以就没有台湾的事 他说我方根本其实插不上手 就像是现在这个国际局势 好像也都轮不到台湾讲话了 那日本在这时候就丢包我们了吗 说好的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现在日本的新闻通信调查会的民调 说如果中国大陆犯台的话 有高达74%的日本人反对 或是相对反对日本派自卫队 与美军联手对抗解放军 很明白已经差不多就是 八成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反对民调 所以外国学者现在也有点看衰 目前台海的局势吗 米尔斯海默他讲说安息吧台湾 那这个弗里曼他是讲说 中国是熊 也许有天能学会唱歌 所以看起来惹不起 现在这个台海的局势 现在能不沾上边 对于日本来说 我当然不想要沾上边 那美国的挺真的是挺吗 也未必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珠海航空展为什么大家那么瞩目 大家就看到解放军展现出来 他们的军事肌肉 这也展示出未来海战的一些利器 中国大陆的国产无人潜航器 也大规模的亮相 包含了翼龙三无人机 翼龙系列是首款达到 洲际航程的这些无人机 还有海神6000 EA63 这最大工作深度 海神6000是达到6000公尺 那EA63的话可以探测消除鱼雷 以及两艘无人海防舰 都有在这一个珠海航空展里面展示出来 那现在解放军的生产能力也是飞升 像是歼20 现在全面的换装 中国大陆的国产引擎 还有现在全球的军火市场 中国不到5% 可是CP值已经超出俄罗斯所制的 品质也已经可以跟欧美的武器 并驾齐驱 那香港他们也有这边卫星制造中心 年产高达200颗 所以有专家就在看说 这个珠海航展 其实是中国大陆的国力展示 也是中东游国 其实他们的双十一的扫货日 所以这一回很多中东的国家 也去那边 特别在物色一些中国大陆的武器 那反过来就讲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武器 已经可以让美国不能在那边 好像在那边乘凉一般 已经是不容小覷 应该是这样子来形容 我们首先来问一下梁格 小英把这个议题 我不知道乡长选举 是不是也跟抗中保台有关 乡长 乡长 村长 村长 里长 市民代表 全台湾全部都支持蔡英文 那表示就是抗中保台 是这意思吗 就是这个摆平 就是拿不出政绩 所以只剩这意思 坦白讲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 你看他在选 人家去地方走也是要讲政绩 不然你凭什么叫人家支持你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个地方 这个还是地方选举 不是其中选举 是地方选举 地方选举你就要扯到说 万一让 国民党的人赢得县市长 全世界的人会以为台湾不在 抗中保台 你在想什么 这个太离谱了吧 有人会这样理解吗 2018年韩国瑜大胜 人家会以为台湾要 跟那个要改变两岸路线吗 有吗 韩国瑜顶多只是想办法 去买水果而已 对不对 2014年那个更早就是 我们台湾有过多少次的地方选举 国民党民进党也都各赢过 有改变过两岸路线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挑战大家的尝试 以为大家的IQ跟你一样低 就是你怎么会 这个我觉得 我的直接的理解就是说 你真的没牌了 所以万归其中只有这一招 就是你拿不出政绩 所以只好讲这个吗 是这样吗 如果人家来要跟你论这一招 你还不一定会论得赢 你等于是把明年 要开打的东西提前今年来打 对 人家就会问说 是不是因为 支持你就准备当兵是不是 要延长一年吗 还是支持你 就是台湾要变成乌克兰吗 是这样吗 因为你不是跟他同框 对不对 是 那这个 所以就要准备去当 美国的最前线吗 那支持你就是表示 人家越过中线你没招吗 对不对 无人机在你上面 几天了你才回应吗 是这意思吗 还是非但越过台湾领空 你故意隐瞒不告诉老百姓 这个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 这一串他们都没有回答我们 是吧 所以你在讲说 国际要支持台湾越强 投票向世界证明 是向世界证明你完全没有保台的能力吗 对 是这样吗 只会抗中 所以这一次这种站台的讲法 更证明了我们之前的看法 抗中就是为了保绿 这是讲的多明显 然后那个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 对 说民进党不执政 台湾就完蛋了 我们就不能抗中了 所以抗中真正的就是要保绿 他真正的就是在讲这个 拿不出政绩 真奇怪 事实上你要号召选民支持你 就是要拿出政绩 你怎么不去反省 为什么年轻人的支持率突然变那么低 你怎么不去回想一下 2019反送中类的时候 年轻人支持蔡英文的程度 那次国民党自己都承认8比2 反正80 现在还有30岁以下 一面倒到民进党 现在还有8成年轻人支持率吗 现在能够5比5就不错了 我跟你讲 陈时中还担心他自己没有 陈时中搞不好只有3 对不对 这么严重 所以那你怎么不去谈这个问题 为什么陈时中的年轻票跑光 为什么跑去黄珊珊 跑去蒋湾 对不对 你不具体提这个 回答这个问题 在那边扯什么 抗中保台 支持黄珊珊支持蒋湾 就不能够保台 这实在是太可笑了 还怪你是总统 你干脆开记者会说明这一点 还700天不敢开记者会 你干脆开一个记者会 开国际记者会 向全世界说明 说民进党不能够执政 台湾就保不住 所以民进党要万年执政 赶快去说 对不对 连记者会都不敢开 只敢在投温层的场讲话 笑死人了 对 亮哥发出了来自民进党老党员的怒吼 但是现在抗中不保台 看起来也不太保虑 因为很多人讲说 现在抗中排已经不太管用了 可是蔡英文还是执迷不误 邰老师 靠中排确实不管用了 但他真的没牌也可以打 所以您提到说他殖民 不是一位 我不打这个牌 我还有什么牌 兜里没牌了 我兜里没牌了 我政绩也不好 我经济也不好 我现在还偷偷的一直补贴 油价电价 然后等到选完了以后 再想办法再涨油价电价 然后年轻人还要当兵 要当一年的兵 现在还不敢宣布 因为等选会以后 再看什么时候要宣布 老百姓一定会 尤其年轻人一定会出来反 我敢保证 我的学生 那些大学生绝对会出来反 我就看看你民进党 什么时候敢通过这个一年 他们绝对会出来反 年轻人要上战场 他一定会出来反 因为您刚刚提到 年轻人要上战场 我们的军方不是在选前的时候 又故意透露一些消息 给军事记者吗 那是故意的 说在上个月 美国跟解放军 美国有100多架式的飞机 解放军有400多架式的飞机 就在台海的东海岸的 东部的太平洋地区 那么举行彼此的较量 那台湾呢 台湾没事 不关台湾的事 也就是说 中美的军机的较量 而且大陆是要碾压式的 压住美国 也就是我三架 压了一架美国 美国被压了一套路 可是问题就在于 我们就问说 美国的F-16战机是从哪里来 刘肖群岛没有F-16战机 那就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山泽基地 一个就是关岛 可是关岛离台湾2700多公里 你的飞机你要飞到这里来 一般来讲正常的巡航 它大概就是不到一马赫 也就1000多公里 你要经过几次的加油 才能够飞到台东 东部海域这个地区 你要经过几次的加油 第二个飞行员已经飞了一两个小时 才赶到这个地方 他还有多少的精神 跟作战能力在这个地方打仗 而解放军只要一过台海 那么就可以打仗了 这个怎么一回事 所以美军根本已经没办法打 因为你想想看 战斗机的飞行员 飞了两个小时 飞到你这个地方来 已经疲倦到不行了 然后解放军是 几十分钟就过来了 我们两边要来打 美国怎么跟他打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消息 三架包一架 这样怎么对着 这个消息是很奇怪的 真的 而且F-16战机是老战机 中国大陆的 殲-16是新战机 是多功能的 这种空优式的战机 你怎么跟F-16 怎么跟他打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新闻很怪 怪到不行 这么怪的新闻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丢出来 抗中保态 又在操作这个话题 可是这个话题真的没效了 不过我倒觉得 民主不是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吗 人民不要民进党 要其他的政党 这不也就是民主吗 怎么不要民进党 就是代表台湾的人民变 台湾人民本来就变了 因为你民进党干得太差 我不要你了 难道国际能控制我们的民主吗 对 而且我这个才叫民主 我一定要支持蔡英文 那干脆你真的 你蔡英文当万年总统算了 都你一直当到底 如果按照孙天昌的讲法 如果不支持蔡英文 外国人就会不会明白 为什么台湾人会这样 不要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 那你蔡英文不应该两任 因为他等于他一月被换掉 对 你蔡英文你应该要连任 你要无穷尽的连任 连任到你死在任上 这个才代表台湾的人民不变 对 修宪把蔡英文的 名字写上去 对 就直接写上去 他万年总统 我觉得就是这样做 不然的话 蔡英文一下台台湾人民就变 就恢复地质好了 恢复地质好了 我就想起香港有一个杂志 就把蔡英文 化成了 化成了那个勿扯天 或是慈禧太后 好 另外一个我有意见了 我真的很有意见了 总统的车队实施交管 我们同意 因为他是人民选出来的国家元首 你行政院院长为什么要实施交管 人家有梦最美 行政院院长可以随时被换掉 他想选总统 等他要选上总统再来交管 所以我真的强烈的主张 要规范 行政院院长以下的 韩行政院院长 韩吴彥院院长 都不能实施交管 交管只能一个人就国家元首 副总统都不能交管 好 我们来问卓老师 好 我想这个关于军机的问题 其实值得我们大家关注 这则新闻我们其实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事实上上一次 裴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在台海附近的上空 其实就有上百架的军机相互对峙 就是来自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军机 当时其实就 情势是非常紧张的 在裴洛西飞机要下降的时候 那么这一次当然我认为 美国在这个时候去展现 去采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其实很有它的用意 因为一般就整体来看 美国的空军就战机的数目 是比中国大陆要多 美国的战机大概是5800架 大陆大概是1900架 所以相对来说 它是整体来说是有优势的 但是在西太平洋 因为受限到地理范围 地理距离的这个限制 它可能相对来讲 它的优势就显现不出来 但是它跟在海军是不一样 因为在海军大陆 已经是有显著的优势 美国所有的军舰加起来 都没有大陆的军舰多 所以这个当然 就是说相对来说 它选择空军作为 它采取主动的一种形式 我认为是比较贴近于美军的优势 但是为什么它在西太平洋 既然它在西太平洋 没有显著的优势 为什么它要采取这个行动 这个很像在2021年拜登就任之前 那个时候大陆也在台海附近 加强了它的军事行动 那个时候大陆其实 意在言外之事的 就是说要提醒美国说 台海问题是大陆最关切的问题 反过来说美军其实这一次 也是要在拜登跟习近平会面之前 要提醒中国大陆说 这个双方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随时可能会查枪走火 我认为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这一则新闻告诉我们说 双方对峙的地方在哪里 台湾的东部 所以过去双方对峙在哪里 在台海的中线 甚至是在贴近大陆的沿岸 现在已经推到了台湾的东部了 这个不单表示说台海上空 战略情势非常的紧张 而且我们现在的战略环境 是非常的恶劣了 因为已经是跨越过台湾本岛了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时候 其实这则新闻 我们真的不能够轻忽 这表示其实我们现在的战略环境 已经是超过我们的军方 所能够控制的范畴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拒敌于境外 这个其实就跟在澎湖 那个情况是类似的 这个我认为都是 不能把它当作一个简单的事件来看 而是一个对我们国防能力的 一个重大的提醒 重大的警告 但我对于这则新闻 我有进一步的解读 其实也想补充刚才赖老师 所提出来的 为什么是中国时报 为什么放在中国时报 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因为它如果放在自由时报 大家都知道是政府放的 所以放在中国时报 中国时报跟政府的关系这么恶劣 就不会是政府放的 恶劣吗 但其实这个意思就是 政府刻意要放的消息 那么为什么要刻意放这个消息 我还有第二个推测 因为大陆可以看到中国时报 所以它这个其实就是要让 大陆的朋友看到这个新闻 看到这个新闻 当然就会对美国有更大的愤慨之情 那么这就会影响到 拜登跟习近平会见的气氛 这会让双方都难有软化的空间 其实你看 他们本来是秘密去搞这个事情 双方都没有新闻发布 我查了一下 英文 美国军方任何的这个媒体 都没有任何这个新闻发布 只有中文的媒体发布了这个新闻 是来自我们军方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在现在发布这个消息 那我认为就是 其实民进党政府对于拜习会 是非常的紧张 怕他们谈得太好了 但我其实真是要提醒民党政府 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 如果能够改善 不单单是对世界有利 对台湾也有利 我觉得应该是抱着 抱着乐观 以对的态度去面对 这样子一个大的环境的变化 同时我们也应该是看到 中国大陆跟世界的这个关系 越融洽 其实对台湾是越好 我们看到美中的这个军事交锋 感觉上面就是在为习拜会 正在做暖身吗 下一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习拜会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